我分享我的畫面 為什麼我分享整個畫面? 因為我試過之前分享PowerPoint是不穩定的 有時候都是 我不知道現在的技術改善了沒有 有時候說黑了,現在我分享整個畫面就會更清楚 我們對一下答案 不過對答案之前,我回覆你們上一次 最重要是在臨走之前,學了六個英文字 一個detergent的particle particle 或者我們在說detergent是sub的particle 你發現它分開頭 和尾巴 這個頭和尾巴裏面 藏了六個英文字 第一個英文字就是hydrophobic 第二個就是hydrocarbon 第三個就是tail 第四個就是hydrophilic 接著那個就是ionic 你叫不叫anionic都不要緊 anionic就是帶負的頭 但是ionic就是帶電荷,可以只能負的 OK,接著就是第六個head OK,你要出到這六個英文字 好,那回到我們前面 昨天 昨天有沒有課? 昨天有,我們上了兩課 今天我們又學兩課 好,先去第六版 第六版和你對了practice 33.2 好,第二條 OK,那33.2 它說butter 就有這個 有那個trigeiseride of那個petynone axis 首先第一件事 牛油是動物油來的 牛油,牛油 是動物油 動物油如果你記得 它是triester 或者叫做trigeiseride 是不是?那其實那個結構是怎樣的 你要記一記這個 對於你來說 可能 第33貨最吃力的就是記這個位 好,就是 它就是有 Esta 是不是?一個三叉樣之後 OO之後 再貼CO 00 一個Esta的長尾巴 兩個Esta的長尾巴 三個Esta的長尾巴 OK,這個不夠位 OK,那現在告訴你這個長尾巴是什麼 其實長尾巴就代表 那個 Petynone axis OK,Petynone axis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這個 一節carbon 兩節carbon 三節carbon 第四節 就是COOH 所以你那個長尾巴就是 四節carbon 包括CO 00 把這個 加回到這個位 全部改回到這個位 OK,那如果寫得好一點 寫得不好一點 快一點 其實這個就是CX2、CX2、CX3 是不是? 一節、兩節、三節、第四節 OK,那每一個都是一樣 就寫到了 所以要寫到這個結構 OK,記住不要漏了CO double bond O 那一節C 才是四節 是不是? 這裡才是四節carbon OK OK 很多時候 就當這一節不是 加了四節 就變成五節 所以千萬不可以 這個是C3再加多C1 CO double bond O 也有個C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錯在這個位 這個就是幫你去認 承認這一種動植物油的Trigeiseride 或者Triester的結構 要認一認它 它有責任交代這三條尾巴是什麼 但是前面這個框架呢 是你要背的東西 OK 這三節你不告訴你你不懂的 你背不了的 但是這一節 所以你要做這些的時候 你一定要 是不是應該背定 背定這個框架 即是如果你讀三十三課 這裡你要 做得順暢的話 你要背定 這一塊的結構 接著就看看 尾巴是什麼 如果別人告訴你 尾巴是四條carbon的 那你就 剩下 OK 這個比較難 叫你用麥克風說的 我又不花時間 叫你share screen 所以這條1 是我做給你的 OK 後面那些就要 你們回答 Recently Much interest has been shown in production 我爆Diesel 前面有一條 有條example 有問過爆Diesel 爆Diesel 其實不是Diesel 其實是CNH2N加2石油的其中一個類別的range 爆Diesel其實是 所以根本就不是同一種homologoceros的東西來的 OK 那還來自什麼呢 就不是石油的 它就是來自生物的 algae的 OK algae 好久沒讀過Bio 它應該不是動物 好像也不是植物 所以 終於是來自生物 所以叫Bio OK 那些生物都會製造一些凍植物油 一些油的東西 OK 如果是液體 就是Oil Liquid 如果是固體 就叫Fat 那這些呢 提煉完之後 就拿到 很多Trigyceride 那是什麼意思呢 這些就是你要翻譯的東西 那就是Triester的東西 那就是說 這些就是動植物油的東西來的 OK 那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結構的東西來的 好了 那它就還給你了 是不是 還給你了 它的Trigyceride是X來的 OK 那現在呢 原來可以進行Process 1 就弄到這隻東西之後 再將這隻東西 再加工就弄到這隻東西了 看到嗎 有第一步 第二步 OK 那現在到你們回答了 其實應該是你們認識的 OK Suggest the reagent and reacting condition for process 1 怎樣可以將這隻 Trigyceride變成了 Gyceride和變成那隻Exit呢 怎樣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那麼就 好 好 那麼5A2號 sorry 5A7號 Chloe 是 許耳同 是 告訴我你加什麼 可以Process 1 可以弄到出來 N A O H N A O H 還有沒有東西要加 H 乘乘 A Q 我覺得 Coe 說得那麼好 我覺得 不過就好像 Cchemical寫得清楚 你需要做的就是 第一步加 Sodium Hydroxine A Q 第二步就是 H 症 A Q 這樣 就 Very Good OK 當然我可不可以純粹加 Exit可以reversible那種呢 因為它的箭咀是單箭咀 所以我不接受商向箭咀那種加酸 所以最好就是做這個過程 OK 好 接著 第二 Process 2 怎樣可以將Exit 變成Axta 好 這樣就 Five B 12號 黃永朗 黃永朗 Five Boy 12號 黃永朗 是 Hello 聽到 好 加什麼chemical可以變成 做它要那種爆製造的Axta呢 Sodium Chloride Sodium Chloride Sodium Chloride 我們沒有一個化學反應 是 Sodium Chloride會跟 Organic Company反應 所以這個不行 不是Sodium Chloride 你看看 它是由一個 Exit 最後變成Axta 是不是 你記不記得有一個化學反應 還是將Exit變成Axta 加些什麼東西就可以砌製造呢 加Exit Sodium Chloride 和Alcohol 對啦 告訴我 現在它有指名道性的Alcohol Axta那部份 那是什麼的Alcohol Alcohol呢 你看看這個 可以黏了這個OCH3 那那是什麼Alcohol呢 或者你說它的Formula名 它的Formula是CH幾O幾 Axta那是什麼 Alcohol呢 Alcohol一定是OH的 是嗎 Alcohol一定是OH的 好,问题是什么东西黏着OH呢? 是,你说吧 CH3 对了,行不行? 所以如果答应,就要加这个Alcohol,再加这个Concentrated Sulfur Exit 就不要说是Sulfur Exit就算了,所以答案就要说到这个 再加Concentrated Sulfur Exit,还有要加热的 因为这个反应也是慢的 好,其实你们需要有这些过程 你在这里不做,抄答案还抄得很快,以为很适合 你看到其实要想的 你刚才看到王永朗,他也要想一下 所以你需要挑战自己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想的过程缩短 所以有些东西你是明白的 我经常说,有些东西是明白的 你的问题就是用得慢 但你不用就不会快的 你不会自己 有时你多读几次筆记,做题目也是慢的 因为其实那个process是不同的 你明白了一些东西入脑,是吧? 但你用的就是由脑里面拿些东西出来 你拿些东西出来的过程是要练的 所以这些不太难了,一定要做练习 有时我叫你教功课做,就是希望你练好这个 不叫你教功课,你也要做 例如你们有5-in-1的 那未来我会有些功课呢? 我在Google Classroom 给你们了 因为应该放假回来,都还要online 好,再下去了 B. Give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pany 那词在前面提过 form the when 什么呢? the geyser role react with excess 所以这个 the product form the 究竟那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Geyser role 就是这个 这个Geyser role 就加下去这个 Excess Hot Hot 就是要加热的意思 通常都要加热的 是吧? 那些东西慢 Excess 就是说它可能要用很多 是吧? Acidify 就是有Hydrogen Lion 加这些东西 是吧? 这样去做 我先清一清画面 所以这一只东西 这一只东西 留意这个有三个Alcohol 那你知道这三个Alcohol 都可以跟Acidify Potassium 大空微反应 再加上热的更加 那它有什么反应呢? 这个如果你认得 有两个H 这是一个Primary的Alcohol 那你知道的 Primary的Alcohol 那你知道的 Primary的Alcohol 遇到这些Oxidizing Agents 它们就会变成Carbocilic Exit 最后这个是Secondary的Alcohol 如果Secondary的Alcohol 如果反应的话 它会变成Carbocilic Exit 对吧? 所以你就将它们React 因为加上Axess 是三个位都可以炸到它 变成终极的Product 所以答案呢 就应该是这个 这个你看不到的 这个是COOH 这个是COOH 这个就是Carbocilic Exit 如果我模仿上面的结构 我多抄一遍 上面就会变成COOH 下面的也是COOH 而这个就会变成Keton 所以结构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有没有学过呢? 这种反应是第一次的反应 但是其实独立每一个体 就是三十一货学的东西 所以你需要三十一货 要有这种Functional Group 逐个有什么反应变化的角度去做 这个也是结构很难叫你答给我 所以我又做给你看了 好,接着最后 suggest why the development of biodiesel 是可以alternative to fossil fields 所以它在比较两个东西 就是为什么 biodiesel和石油的fossil fields 为什么它是可以alternative to它呢? 为什么是它的代替品呢? 为什么是它的代替品呢? 甚至是为什么可以取代替它呢? 其实你就要去做一个比较 就是biodiesel和fossil fields 当然你纯粹这两个很抽象的 很阔的 所以我们读chemistry 要把它变成chemical 其实biodiesel就是一个single的ester 不是triester 是一个小的ester 而fossil fields 其实就是一个alternative 是吧? 但是当然我们在说 那种fossil fields 应该是说的是diesel 是吧? 因为biodiesel和diesel才比较 通常这个就是比较大的alternative 那究竟它们有什么分别呢? 那我又想问一下你 如果作为一个燃料 在发展里面那么重要 其实我集中在说它们的燃料 那燃料我们需要考虑什么因素? 究竟一个是ester 一个是大旧的elken 有什么呢? 那我又想听下你们的题目 5b11号 谈线型 燃料最紧要 你觉得是什么呢? 在chemistry一路学上来的时候 要combustion Hello 所以 因为 因为 它是 renewable renewable 啊 very good Which one is renewable? biodiesel 或fossil fields? which one is renewable materials? biodiesel biodiesel 是吗? 会回答 逻辑上犯错 只是说一边是这样 不提另一边 不代表不是这样 所以呢 fossil fields renewable 还是non-renewable? 是 ok 好 麻烦你 所以呢 我放大一点点去看 就是这里 现在比较的是biodiesel 和fossil fields 其实我在用一个燃料的角度去看它 因为biodiesel只能做到燃料而已 fossil fields 其实可以做的 不是燃料的 可以做到其他东西的 ok 即是可以做到塑膠 那些东西 好 你发现第一就是 saving diminishing resources 这里在强调到fossil fields 因为fossil fields 一路越用 买少见少 其实我觉得这个 和最后的答案最重要 对不对 和刚才谭善盈说的答案 其实最重要的答案就是renewable ok 你要告诉别人 这个就是renewable 这个就是non-renewable 行不行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优点 即是用完了 不要紧要 可以继续种出来 为什么 因为那种是algae 而这种是什么 这种是fossil fields 石油地下挖完就没有了 所以第一件事 你们要比较到的 就是那个逻辑 不要只提一边是renewable 要提另外那边是non-renewable 或者is not 或者a lot 如果fossil fields是中熟 a lot 要说一边是一边不是 就不要只说一边是一边是 另一边不 ok 第二件事 其实 重要的话 就是economic argument 就是patrol是越来越贵了 这个因为demand supply 因为当它的supply下跌 因为越用越少 自然的价格就会上升 这个是econ 所以如果我认证 就尽量不要回答这些 这么econ的东西 反而你要告诉别人 一个会run out 所以重点 其实都是renewable 那个 所以爆diesel 第三个呢 就是no net 就是will not run out 但是呢 另外那边呢 又要看了 就will run out 但是呢 那其实都是renewable 和non-renewable 和non-renewable 第三个呢 就是no net increase in carbon dioxide or less global warming 你知道co2多 global warming 就会严重了 那他说no net increase in carbon dioxide 不会增加了 ok 就是不会增加了 这个呢 你纯粹看个结构 就未必会看得那么清楚 因为你不知道 它产生的co2多 还是少的 ok 所以就 我会觉得 这个我觉得 就对于你们来说 一提一提 ok 所以其实说完 那么多点 最重要的呢 就是 一点 就是renewable ok 什么renewable 就很快就会run out 还是有时间都不会run out 的分别 可以种出来 ok 好 那当然了 用algae的不好处就是慢 要慢慢种 是吧 用fossil fields的话 哇 一桶一桶的浸上来 不知多快 是吧 但是呢 短暂快 但是 很快就用完了 ok 好 那对完这条了 好 那接着呢 我就 要进入到 就是 第七版了 我上一次说了 因为这一条尾巴有两个特性的 ok 因为这条尾巴呢 六个英文字是 hydrophobic hydrocarbontail hydrophilic anionic head ok 引致它有两个特性 就是 一个叫做 wetting properties 一个叫 emulsifying properties 那 wetting properties 上一次也说 原来水之间 有strong hydrant bond 所以 黏得很紧密 它们在表面那里 好像有薄膜的 好像有层衣 包到不肯射开 不肯 spread out 在那些物料 那些衣服上面 充分濕润它 那个薄膜 我们叫它做surface tension 有个表面张力 ok 所以这个surface tension 对于洗衣服来说 是缺点 你看看 当你洗衣服的时候 水根本都不肯铺平在那件衣服的面上 那结果呢 其实就不可以将很多 看到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全部都没有水点 是不是 这些空隙位全部都没有水点 那么你看到呢 其实它就是 没有充分将它濕用 不过不要紧 当你放了 溶了这些detergent 下去的时候 那头呢 那头是负的 是喜欢溶在水的 水是polar solvent 所以呢 当头一放入水 就将水和水之间的strong hydrogen bond 就瓦解了 waken了 那结果你看到 本来很挺身的水点 就开始扁了 当你再溶多些 蚕碱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再扁一些 那颗水珠就会再扁一些 再溶多些 它就再扁一些 再扁一些 所以到最后呢 就会成为一个薄膜 最完美的薄膜呢 其实就是蚕碱 所以蚕碱呢 其实蚕碱呢 就像这样 这个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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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的薄膜 抽出来 其实就是 这个就是水 是不是 那头呢 带褂就融了 在水 这些褂 这些褂 褂 褂 就瓦解了 是不是 弱了 令到那个 surface tension 呢 sorry surface tension 呢 就下跌 令到它可以铺平 不然它会黏起来 变成一粒 很圆满的小水珠 那你就不能铺平了 好 那这个呢 就是第一个特性 Wetting properties 这个呢 也是我们洗手的时候呢 是这只手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洗手呢 为什么要用蚕碱洗手呢 就是原来我们纯粹用水 弄濕手呢 原来那些水未必会 弄濕我们手的每一寸肌膚的 是不是很多手指毛的那些蚊位 那些蚊位呢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 洗完 用水浸完 都是因为水有surface tension 它未必会 会 鑽窝鑽到每一个手指毛的蚊位 充分濕透 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用detergent去洗手 去对抗我们的新冠状病毒 因为如果你的手黏了病毒的时候 你纯粹用水洗 未必洗得走它 因为水有surface tension 所以我需要加些清洁剂去洗它 ok 接着第二个特性呢 就是emulsifying agent emulsifying properties 就是水和油 应该上次我们也很快说过的 水和油 就混合不下这个形容词叫做inmisible 如果加了一些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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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了 今天就说错了 这种毛毛球的结构 我们叫它做myself的结构 一种好像毛毛球的一种纳米 nenoparticles 很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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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什么呢?上次给你看了这些 你会发现它们开始融 融下去我记得要背这六个英文 Hydrophobic Hydrocarbontail 既然Hydrophobic的终于融在油中 另外第四、第五、第六的字眼 就是Hydrophilic Anionic Head Anion就是负的Iron 但以后可能有机会是正的Iron也有机会 所以你叫它作Ionic Head就OK了 那就不用Anionic还是CatIonic 其实统称叫做Ionic 公开使都被分离 这种particle喜欢融在水中 因为Filic就是中意 中意蟹醋就是水 唯一这里我不满意用Monocle的字眼 不过如果你看我的笔记 我已经改了做particle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不是Monocle 它不是Monocle 它是Iron 它还是N-Iron 你看到COO 长尾巴翅COO 是一个带库的Iron 所以如果我们执着于这些 我们真的会执着的 Bonding的字眼 我们不可以叫做Monocle 我们要叫做particle particle particle 是最笼统的叫法 最重要的图 如要画这些图 不用画了 就完全不过 根据DSE考过 你寫四个就算了 就是东南西北 各有一个就算了 其他的不画 他们也准备你的了 画五个更好 画完更好 不过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然后你会发现 他肢像头是负的 你发现每个表面都黏了 是负的 那它們之間就有repulsion,所以repulsion between anionic head Anionic是同樣的 charge 你發現它的頭是負四個 這個負和這個負之間就有repulsion 所以它們在杯子裡,這些很細點的賣銷就不會再黏在一起,變成兩層 讓我再說一點點,因為我發現你們中間的break很長 有五分鐘、有十分鐘的那些,所以我開始要偷一偷你們這些 否則我們的時間就沒有那麼好用 小息的我盡量給你一些,但中間的break 所以這些我當五分鐘不發,一會我再早一點點 讓我再說這個 好,所以就有這些 最後說回小息之前,我想說 水和油形成的那些點,其實是看你水多還是油多 如果你水多油少,你形成那個micell 就是說那個ioil droplets在大量的水中浮沉沉 有時候也會有機會油多水少,結果這些就不是油 droplets 這些就是water droplets Water droplets就在油里浮浮沉沉,无论是水多油少还是油多水少, 它们都会形成了一个情况,都是很creamy的,其实是有少分别的, 你发现牛油就是water in oil都是滑的,但相对来没有滑, 如果水多油少,你看到那种就creamy,但anyways,我们都觉得它们是smooth的, 我们都觉得它是滑的,所以以后见到这种白蒙蒙,好像milky的现象, 又很滑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emulsion的处境,水和油混在一起, 所以在你生活里面,你有这种滑的东西,除了奶,白蒙蒙, 其实也有什么呢?有时候可能是有些cream,你塗一些cream, 或者你吃沙律酱,mayonnaise,这些都是很滑的,白蒙蒙的东西, 其实这些里面都是很多水和油,还有雪糕,都是滑滑滑的, 又milky,其实里面有很多油的,所以为什么说吃雪糕会肥? 吃雪糕肥不是因为油,这么简单,里面有糖,所以当糖和油高就肥了, 你只是油多,糖不多都未必会肥,你的身体未必会把油吸收光, 所以有时候沙律酱,意大利陈醋加橄榄油那些, 其实都是可以水和油混合,然后混合,变成milky的东西。 另外还有很多化妆品,这些化妆品,擦在手里觉得很滑,有些lotion。 我们学校有些同学在过去的暑假里面参加了PolyU, 有一个护肤品的比赛,就是做emulsion的东西去做, 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其实PolyU将来日很想发展一个新的学系, 就是一个护肤品的海,除了去搞fashion,搞时装,很多物料和摄影的关系, 其实护肤品也是,所以都可以密切期待,看看自己有没有兴趣在这方面的发展。 另外一个鱼汤也是,如果你要有一个奶白色的鱼汤,其实鱼汤就是emulsion, 即是说里面有很多油点,所以如果你要有emulsion的鱼汤, 首先第一件事要煎香你的鱼,要加很多油,所以有时候你要加油, 所以有鱼汤其实都肥的,因为emulsion就代表里面有水和油, 混合了也有很多油,所以当然这些里面有没有detergent, 你不会加一些清洁剂到你的鱼汤那里,但是我们会加一些类似detergent, 那些我们叫做surface tinter,表面活化剂,其实就是类似detergent的有两头蛇, 有用在水和油的东西,那很多时候它来自什么呢?就是鱼的蛋白质,protein, 所以呢,这个鱼汤里面都有很多丰富的蛋白质,当然也有很多油点, 所以都是肥的,喝得多这些milky的鱼汤都会,但是如果你想有这些鱼汤, 就一定要用大量的油煎到你的鱼,然后加水,有水有油,自然emulsion很容易, 好,就是休息一下一会儿,好,那现在我们就休息,我看看几点, 现在11点05分,那我们的上堂呢,那11点07分回来,好吗? 11点07分,OK?07分,我早一点开始,不是,小息完结,不是,15分开始, 好,那么11点10分回来,好吗?11点10分,OK?5分钟,休息,OK? 我 sor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